Hello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首先祝大家 龙年行大运 龙行天下,红红火火 在过去的2023年,感谢各位小伙伴 对我的支持和不离不弃 那么在新的2024年 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一如既往的 对我 关心关爱和不离不弃 同样的我也会对大家关爱 关心 用我最大的努力 为大家送上最好的影片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是 不用VPN就可以科学上网的 那么网速也非常的快 说明白了就是一个插件 这是我见过 速度最快的插件 那么它可以用在chrome浏览器上 也可以用在 微软的 IG浏览器上面 它在我300兆的宽带的电脑上面 我测试出了最高 40万开的一个 速度 非常的惊艳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今天用这个微软的 IG浏览器来做一个演示 这边我们首先点开这样一个扩展 然后打开这一个 加载项 我们在这边搜索它的名字 那第1个就是了 它的名字就叫 ScreenX 我们直接点这个地方 获取 点这里 添加扩展 好的 扩展添加以后 我们点这个扩展这里 给它显示出来 那么它已经在这边了 那么这个界面 它是一个使用说明的界面 我们给它关掉 等一下我们来 一步步来演示这个东西 那点击以后的话 它会叫你 登录 我们 点击一下 那这边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用谷歌 邮箱 邮箱 来登录 一个是用这个推特 另外一个是用 微软 或者说 你有账号的话 直接点账号登录就可以了 那么这边输入你上面的任何一个 邮箱地址的话 那么 就点下面 agree and sign up 这个地方就是同意 和注册 然后它会转到下一个界面 让你验证一下 是不是这个 机器人 然后的话 它会给你这个邮箱里面发一个 就是 确认的一个 邮件 你就在邮箱里面确认一下 就可以了 返回去就可以登录了 那我已经有账号了 我就点下面这一个 我已经有账号 我直接输入我的账号来登录 这边输入我的密码 就可以了 好的 这边已经登录了 登录以后的话 我们就再点击一次它 然后 第一个就是连接节点 我们点这个地方选择一下 这边的话有很多节点 123456789 这里有9个节点 澳大利亚的 这个什么加拿大的 德国的等等 美国的 我们随便选一个 大比方我们选这个 美国的东部 地区 然后我们点这个 start 这个启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在你的浏览器里面 创建一个虚拟的 环境 虚拟环境的一个浏览器 应该这样讲 好的 当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 表示他已经 这个创建成功了 创建成功了 那这边大家看到 United States 那么创建成功以后 这个下面 从这里 这个下面的是这个浏览器的 一部分 这个上面的是 是原先的浏览器 那么他创建的环境呢 是对原先浏览器是不起作用的 我们只能在这一边 打比方我要打开这个YouTube 我点这个地方就行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 我们输入YouTube 打开看一下 好的 这个速度 还算是蛮快的 加载的速度 还算蛮快的 我们在这边 设计一下 试开 然后我们随便 找一个视频 看一下 看一下 那 这个打开以后的话 速度 很顺畅的 我们 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 情况 现在它是自动的 480P的 我们给它调的最大 给它直接调到这个2160 自开 试一下 那稍微加载的话呢 就 顺利的播放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网速情况 我们点开 那 这一边目前是 2万开 2万开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再快进一下 目前是稳定在1万9 1万8 1万9的样子 刚刚上了2万 那么这个速度的话呢 不算是很快啊 但是这个看4开 那 这些便便这个快进 它也是没问题的 基本上算是秒开啊 算是秒开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的网速 去了多少啊 我们用这个来测试 那我们用这个来测试一下 OK这个测试呢 是1.7 Gb 这边是2.4 Gb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 IP 是怎么样的 这边的IP 测试出来 那也是美国的IP 它的IP地址是这一个 那是这一个 我们再来看看啊 它的一个 违装程度 怎么样 目前来讲的话呢 这个也是美国绝点 没错了啊 它现在违装程度呢 去到90% 那我们普通的 这样一个 科学上网的工具打开以后呢 它一般来讲 能超过70% 都算是很好了 那么这个插件呢 它有一个好处啊 它除了创建这样一个美国的 这个 虚拟环境以外呢 它还可以再创建一个 其他的 环境 那我们 打比方再试一下啊 我们就试 这样一个 新加坡 我们试一下啊 再 点启动 出现这个界面呢 就表示已经 连接成功了啊 目前是 新加坡的一个 虚拟环境 那它跟这个是不一样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 虚拟环境 我打开了这么多 那么新加坡的是这边啊 我们也可以来测一下啊 测一下 我们 首先来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 现在到3.7G 3.7G 当然这一个是水分很大的 我的宽带实际上是300兆的啊 300兆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YouTube 这个打开速度一样是很快啊 一样的是非常的快的这个速度啊 我们收一下 我们收一下4K看看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现在是 顺利打开 这边480 我们给它调到最大啊 调到4K看一下 这个看起来是没什么压力啊 我们看看现在的速度 它去了多少 哇 我好像没看错 现在是34万啊 28万的一个速度 那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那快进也是秒开啊 秒开 现在的速度是26万 多的一个 速度 我们再快进一下 啊 秒开 真的是秒开 真的是惊掉了我的下巴 好的 那 这个软件来讲啊 这一边 大家看到 这里一个悬浮框 我们打开 打开以后这个地方呢 他还剩了7分多钟的时间啊 我看看刚才这一个时间到了没有 那刚才这个时间快到了啊 他有一个不好的地方的就是说 嗯 他这里每次只有10分钟的时间 那么10分钟 快到的时候他会倒计时啊 倒计时 倒计时的话呢 假设你接着想用 你又可以点一下这里 他又给你续个10分钟 那我们点一下 那大家看到这里变成11分了 我刚才是1分多 现在是11分多钟的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就是 假设 不浪费资源的情况下来 10分钟可能做个什么事够了 假设你一直想用 那你就在这边一直点就行了 每10分钟点一次 10分钟点一次 那确计就是 每个10分钟快到之前 你要把它点一下 去10分钟 不然的话呢 我测试过 他自己会把这个环境关掉了 你又要从头再来 你又要从头再来 好的 那这个还没出现倒计时啊 因为他还有6分多钟 好的 那么这个插件呢 他不光是有这样一个 科学上网的功能 他还有其他功能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点开以后 这一边 它是一个 虚拟文件的 环境的一个 功能 也就是说 假设你 这个下载一个文件 里面可能 有病毒 或者说 有这个木码什么东西的 那你可以点这个地方 start 创建一个这个文件 环境 把那个文件在这个环境里面运行一下 那么他就算是有病毒也不会伤害到你的电脑 那么大家看到下面这一个是一个临时邮箱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临时邮箱 那点这个地方 就可以 更换这个邮箱 大家看到邮箱更换了一个新的 那么点这里可以复制 那么这个功能呢 就用于我们有些小伙伴用临时邮箱注册一些什么账号之类的东西 那都可以用得到 那我们回头看看这个视频 稳定在28万开 28万开 这个速度非常的不得了 我 最开始测试这个插件的时候呢 最高去到40万开 40万开 因为我所有跟大家做推荐的东西 我自己都会测试一遍 靠谱以后才会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 那么他除了这个 功能以外 那大家看到 下面还有几个功能 一个是分享 一个是这个ADS的一个 拦截广告的 一个是音量 一个是最大化的屏幕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拦截广告的 这个分享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这个点一下 OK Copy这样一个 网址 然后我们点开这一边 我们输入 这样一个 分享链接 然后呢 他在这边又 出现一个 就是跟刚才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看到了 我点这两个地方 大家看到是一模一样的 他是用的是这样一个流量 我们再给他加十分钟 他用的是这样一个 节点 同样的 那这边也是一样 那你可以在这边呢 也是一样 你可以在这边 就是 增加搜索什么东西 页面什么东西 都是可以的 好的 这期视频呢 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